哎 瞧瞧你们家的牛 又跑到我家来偷吃东西 以后他要是再来啊 我就把他给杀了 在古老的西藏 有一个叫爱迪巴的人 每次有人要和他吵架的时候 他总是一言不发 绕着自己的房子跑三圈 爱迪巴总是工作 非常勤劳努力 所以他的房子也就越来越大 土地也越来越多 哎呀 你看看 你们家的狗到处乱跑的 把我们家的东西给踩坏了 你看 这怎么办啊 你要赔我的损失啊 但不管房子有多大 拥有土地的面积有多么宽广 只要与人争吵生气之后 爱迪巴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 跑三圈 爱迪巴 你为什么这么跑来跑去的呀 没什么 真是个怪人 大家都对爱迪巴的做法 感到不可理解 逐渐的爱迪巴上了年纪 哎 我说爱迪巴 年纪都这么大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哎 别让他过来 哎呀 算了算了算了 但是 他在田准上发生争吵 爱迪巴还是照例 在争吵过后 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走三圈 爷爷 爷爷 你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为什么一和别人争吵就要绕着土地跑三圈呢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啊 哈哈哈哈 好吧 孩子 我告诉你这个秘密 年轻的时候 我一和人吵架 争论生气 就绕着房 绕着地跑三圈 边跑边想 我的房子这么小 土地这么少 我哪有时间 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 一想这些 气就消了 于是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努力工作 好啊 或是爷爷 现在您老了 会变成最富有的人了 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子和田地走呢 哈哈哈哈 我现在呀 还会生气 生气的时候 绕着房子和土地走三圈 边走又边想 我的房子这么大 土地这么多 我又何必跟人计较呢 一想到这儿啊 气就消了 那 eighte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